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和王大爷比试时 却败下阵来 难道王大爷的势力竟比小孩还好吗 此时 也有路人询问王大爷 顽飞镖怎么不戴眼镜了 王大爷却表示 自己的老花镜已经用不上了 现在能看清了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 王大爷这是做了眼部手术 还是吃了什么秘方 王大爷笑了笑 这么老了做手术的风险实在太大 自己眼睛恢复得比小孩还厉害 靠的就是吃何动 那么吃什么菜 怎么动呢 心一下面会一一向大家揭晓 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下 老花 青光 白内障 这些过45岁就让人害怕的眼病 到底是什么吧 一 老花眼 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老花属于生理现象 几乎人人都会老花 不可避免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眼睛经状体逐渐硬化 弹性减退 结状肌的功能亦逐渐衰退 从而引起眼的调节功能下降 进而引发视镜困难 且不能持久 出现时间 最早出现于40到45岁 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加重 主要表现 视镜困难 且难以持久 阅读时需要更强的照明 常伴有眼障 眼酸 头障等症状 眼睛的调教能力下降 比如 从远处看到近处 看清楚的时间变长 类似相机的变焦过程 看字容易串行 文字成双 看手机亮度要调高 看书时屋里要明亮 治疗方法一般是 带老花镜改善近视力 手术治疗 例如 激光手术 晶体趋光手术 术后可以达到较好的视觉质量 老花眼认知误区 一 以为老花眼很严重 焦虑影响心情 老花眼是人体衰老中 都需要经过的一关 保持好正确的用眼习惯 或者积极治疗 不用过度紧张 太过焦虑对眼睛也不好哦 二 大街上随便买老花镜 老花度数因人而异 且双眼也不尽相同 必须要到医院或者专业的机构 进行检查和配镜 随便买的老花镜 不但达不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还有可能损害眼睛 三 一副花镜用到底 老花镜最好每五年重新验光 配镜 长时间佩戴一副花镜 镜片出现划痕 老化时 会造成通光量下降 影响视觉质量 加速眼睛老花 二 白内障 全球第一的致盲性眼病 有数据显示 80%的中老年人 都会得白内障 白内障 简单来说 就是晶状体浑浊 晶状体就像照相机的镜头 镜头浑浊了 外界的光线通过镜头时 就无法形成均匀的光线 也就没办法在视网膜上 形成清晰的图像 出现时间 多见于50岁以上 主要表现为 远视视力下降 事物模糊 事物敏感度下降 看颜色不够鲜艳 怕强光 在太阳下或夜间灯光下 看东西会觉得刺眼 看不清 白内障的治疗 尤其仅有手术这一个办法 并且目前的手术方式 已经相当成熟 损伤小 手术时间短 不需要缝合 几乎无痛苦 早期即可获得满意的视力 提高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白内障认知误区 一 等到白内障成熟了再做手术 非常错误 白内障发展到中晚期 可能会引起青光眼 葡萄膜炎等并发症 如果熬到这会再做手术 不仅会增大手术难度 增加手术风险 还会增加术后炎症反应的可能 延缓视力改善 所以 白内障患者精确诊后 应定期进行眼科检查 矫正视力小于0.3 或视力障碍明显 以影响到生活和工作时 就应考虑手术 二 做了也看不见 或者越做越看不见 我们的视力受精状体 是网膜 是神经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很多患者 因为浑浊的精状体遮挡 术前没办法准去评估眼底情况 如果存在眼底病变 则术后视力的提升 受限于眼底病变的严重程度 如果是网膜 是神经等 没有明显病变的患者 白内障术后视力的提升 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三 清光眼 一旦确诊就是终身疾病 清光眼是全球第一不可逆性致盲眼病 不可逆意味着 一旦清光眼 导致是神经功能受损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而言 是没办法让患者恢复损伤的功能的 清光眼是一组进行性式神经损害 最终损伤势力的疾病的统称 主要与眼内压力升高 密切相关 在我们的眼球里面 有一个防水的生成与排出系统 这个系统就像是一个装有进水管 和排水管的水池一样 清光眼的发生就源自于 防水循环的平衡被打破 当防水的排出部位发生病变 类似于排水管被堵住了 防水排出不畅 导致眼睛里的防水越来越多 眼压开始升高 导致是神经损害 最终使是绝功能受到损害的一种疾病 高危人群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和有清光眼家族使人群 清光眼具有一定的家族倾向性 患者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患病率 要比普通人群高10%以上 高度近视人群 高度近视人群的眼压 一般要比普通人高 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患者 眼睛曾受过外伤 医生说 之前接诊过一个50岁左右的男性 在打羽毛球的时候 双眼曾先后被羽毛球击中后 发生前方出血 出院后反复出现未光 流泪、视野模糊等眼部不适的情况 被确诊为激发性清光眼 之后需要一直使用眼药水来降眼压 受损的是神经功能也恢复不过来 主要表现 原发性开脚型清光眼 早期一般无症状 进展到一定程度了 会出现事物模糊 头痛、眼障等症状 晚期患者双眼视野缩小 甚至管状视野 原发性壁角形清光眼 早期一般无症状 或轻微眼障、头痛、事物模糊等症状 一旦出现房角堵塞的时候 症状还是很明显的 通常会出现眼障、眼痛、眼红、视力下降 胃光、流泪 甚至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 慢性壁角形清光眼 进展缓慢 患者除事物模糊 视野缺损外 常缺乏自觉症状 容易漏诊 尚无治愈办法 目前针对清光眼的治疗 只能借助眼药水或手术治疗 控制眼压 并且需要终身、随诊 清光眼还有一种类型 是正常眼压型清光眼 这类清光眼 就是眼压在正常范围内 但是出现典型的清光眼 是神经损害或是也缺损 因此 眼压不是清光眼唯一的诊断标准 综上所述 咱们从危害程度 和影响生活质量的角度 可以把这三种常见的眼科并排序 清光眼大于白内障大于老花眼 二 头部做一个动作 快速赶走非以老花眼白内障 一 拍打眼周 眼周有许多穴位 拍打眼周 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眼方法 坚持使用可以恢复视力 消除非纹症 还能有效消除黑眼圈 预防皱纹和皮肤松弛 具有美容功效 甚至可以缓解肩痛 头痛 日本今夜轻治医生 在养眼就是养精神医书中 就有拍打眼周的养眼方法 所谓拍打法 就是手指像跳踢踏舞一样 有节奏地对眼睛进行敲击 许多患者们使用拍打法紧数日 视力就全都得到了改善 无需记忆穴位位置 用拍打法就可以轻松 准确均匀地刺激到多个穴位 记得 要把指甲减短 这个拍打法有三个动作 腰沿着眉毛 从两眉中间 向并角方向敲击 二在眼下一厘米 从内眼角向外眼角方向敲击 三从并角向头顶方向敲击 做的同时 要用双手除大拇指外其他手指 同时有节奏的敲击 从步骤腰开始 每个步骤敲击15次 大约3次每秒 每天可以多次 力度要注意保持在 疼得舒服的程度 二拍打眼睛 可以先两手对搓手心 然后用温热的手心 捂住整个眼睛 包括整个眼眶 手的中心点 基本对准眼球的中心位置 并以此手掌的姿势 掌心捂住眼睛的姿势 轻轻拍打眼睛 拍打时 要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 掌握好力度 开始时要轻拍 眼睛能够感觉到 有拍打的渗透力即可 之后可适当增加拍打的力度 但力度不可过大 也不可盲目突然用力 每只眼睛每次拍打20分钟以上 每天拍2-3次 可分早 中 晚3次拍打 拍打眼睛可缓解疲劳 辅助治疗近视眼 老花 眼睛肝色酸胀 非纹症 白内障 夜盲症等眼科疾病 拍打时 两只眼睛都要拍 可以拍完一只眼睛 再拍另一只 但不能只拍一只眼睛 因为拍打眼睛时 眼睛周围的皮肤 会随着拍打 而变得细腻润滑有光泽 所以如果不拍另一只眼睛的话 两只眼睛周围的皮肤 就会因对比强烈 而出现阴阳眼 整个拍打过程 身体和思想都要放松 而且身心越放松 拍打的效果越好 拍打完后 眼睛不要立即睁开 眼睛稍微闭一会 再慢慢睁开 拍打眼睛这个方法 虽然简单 但需要认真坚持 才会有效果哦 三、六种食物可常吃 保护眼睛健康 一、黑芝麻 黑芝麻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含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 还含有糖类、维生素A 维生素E、卵磷汁、钙、铁、各等 不仅如此 黑芝麻还具有补肝肾 滋五脏、易经穴、润肠灶等保健效果 是自补身体的很不错的食物 肝开窍鱼木 如果我们的肝脏好 那么眼睛也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滋养 而芝麻对肝脏健康有好处 那么这样一来 对眼睛也是有益处的 二、枸杞 枸杞是要是两用的 其养生效果不错 营养也不错 枸杞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多种维生素和钙 铁等营养物质 这些对身体健康有益 并且枸杞具有滋甘不慎 一、精明目的功效 有明目之功效 也被俗称为明眼子 根据现代医学的眼睛发现 枸杞当中的枸杞多糖和胡萝卜素 能够帮助机体清除自由基 抗氧化 维持精状体的正常代谢 这些对帮助防止精状体蛋白变性 减轻其混浊程度有帮助 三、玉米 玉米是我们常见的粗粮之一 玉米营养丰富 糖类、蛋白质、胡萝卜素 黄体素、磷、银、钾 心等矿物质 这些对身体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玉米当中含有丰富的叶黄素 和玉米黄素、胡萝卜素的一种 这是比较强大的抗氧化剂 并且这些成分 对预防老年性黄斑变性 和白内障有帮助 可见对眼睛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四、西兰花 西兰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蔬菜 其营养丰富 含有蛋白质、糖、脂肪、维生素和胡萝卜素 其营养成分不仅十分全面 而且其营养位居同类蔬菜之首 被誉为蔬菜黄冠 西兰花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 这两种成分对维持精状体的透明 预防白内障发生和发展是有帮助的 五、胡萝卜 胡萝卜大家都不会陌生 胡萝卜当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这种物质能够在我们的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 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 胡萝卜素对帮助清除体内自由基 是有帮助的 并且胡萝卜含有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C等营养物质 这些物质都对维持精状体细胞膜的 生理生化功能 预防白内障有一定的帮助 六、菠菜 菠菜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C 维生素仪、膳食纤维、叶酸 及多种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对促进细胞生长 激活大脑功能有帮助 不仅如此 菠菜含有的营养物质 对维持精状体的透明 保证精状体蛋白的正常代谢有帮助 七、南瓜汤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 南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与胡萝卜素 贝塔胡萝卜素可转化为维生素A 起到生理作用 维生素A又被称为是黄醇 具有保护势力 维持人体暗示力 和预防肝眼症等功效 对于长期在电脑前 盯着电脑不眨眼的白领一族来说 非常容易患上肝眼症 而南瓜中含有的胡萝卜素 就能够良好预防肝眼症 此外 多吃南瓜还能滋润皮肤 保护胃黏膜等 具有多重养生效果 食材 南瓜500克 纯牛奶200克 淡奶油60克 做法 一 将南瓜去皮去 然后洗净切片 放入蒸锅中 隔水蒸一克中左右 二 将蒸熟的南瓜加入牛奶 三 放料理机里打成泥 然后将南瓜泥放到锅里 加入60克淡奶油 搅拌均匀后 加热后即可盛出食用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